巫统前华林国会议员阿杜阿兹去年摆脱洗钱和贪污案件后 如今受委为吉打区域发展机构主席 副首相阿姆扎西昨天在吉打的一场活动中表示 通过委任阿杜阿兹将能够加强联邦政府和吉打州政府的关系 Astra 1里报道 扎西强调中央政府给予吉打州的拨款必须妥当落实 因为评估绩效的不只是数额 还有人民所感受到的实际成果 扎西也是巫统主席兼乡区发展部部长 而吉打区域发展机构便是隶属于该部门 旨在透过培训乡区的企业家发展乡区经济 阿杜阿兹也是朝圣基金局前主席 他之前因涉嫌协助曼努术阿萨公司通过闭门禁标方式 取得工程部合约而被控三项收取520万令吉贿赂 以及十项洗黑钱罪名 他在去年12月获判五罪释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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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